在封建社会时期 女性的社会地位都很低 而那些烟花女子的社会地位就更低了 很多人一提到技 就会想到歌舞弹唱样样精通的美貌女子 不过很多人应该不知道 在古代朝鲜还存在着一种医技 她们虽然是女医生 但日常知能却不光是旧人 古代朝鲜为何会有医技 医技是做什么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史料未及 什么是医技 2016年 中国电视台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 同档播出《女医名飞传》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人物事件 改编而成的古装传奇励志剧 由当红明星刘诗诗 火剑华黄轩连妹主演 一经播出啊 就强势登上了收视榜首位的好成绩 这部电视剧以明朝女医谭允贤为故事线索 讲述了她励志悬壶济世 并最终克服重重困难 突破封建制度的禁忌 公开行医 并建立医女制度的故事 将一代女国医演绎的淋漓尽致 1406年 由于朝鲜当时男女有别的观念越来越严格 内宫女眷们非常避讳男性医官 一些女眷为了留住自己的真结 宁愿病入膏肓 也绝不找男性医官 这使得当时很多内宫女眷都被疾病送去见阎王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 朝鲜建立了医女制度 当时只要是亥阳各官衙 以及朝鲜各地表现优秀的女性官婢 都能够前往惠民署接受教育 学成之后返回来处从事医疗工作 在士族时代 朝鲜为了尽可能提升医女们的专业能力 还设置了专门的讲法体系 虽说当时的医女属于官婢之列 但对比其他职能的官婢而言 她们的待遇要好上不少 等到成宗时代 医女的规模远大于以前 为了方便区分 朝鲜还将医女分为了内医 看病医 以及初学医三个等级 然而等到朝鲜王朝第十代国王 燕山君李龙时期 医女制度就逐渐变成了医纪制度 医纪是做什么的 医纪和我国古代的女医有本质的区别 虽然在封建社会中 只要是女性地位就会比较低下 但是这些女医都是以治病救人 救死佛伤为其人 但是古代朝鲜的医纪 却是一个具有侮辱性的职业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古朝鲜的医纪 前身也是董医术的女医 并且这个职业非常有前途 很多朝鲜拼命家庭 都会将女儿送去学医 然后成为一名可以进入宫廷的御医 但由于古代朝鲜 女子的地位也非常低 所以即使她们入宫了 也没有改变这一本质 朝鲜宫廷中的朝鲜女医 不仅要为权贵们治病 还有一项令人难以启齿的特殊任务 那就是充当朝廷中的武技 并工人取乐 1495年 王朝第十代君主李龙继位 他就是被后世朝鲜人 称作阎山君的那位 由于阎山君生性残暴 贪酒好色 所以就连宫廷中的女医都不放过 所以朝鲜女医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阎山君刚刚继位的时候 还没有打主意到医女们身上 毕竟那时候需要营造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 以保证自己的地位稳固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阎山君的残暴以及荒淫逐渐显现出来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阎山君发现 医女之中不乏相貌出众之人 于是他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医女们 为了让自己的龌龊心思得到满足 阎山君大肆举办宴会 过程中要求部分医女侍奉王公大臣 每当阎山君看到姿色较好的女医 都会让他们为自己献舞 这还不算 还要让女医身着暴露的衣服 以供他们随时享乐 女医逐渐成为了医技 那些王公大臣最初也曾推举过 不过被阎山君一顿男尊女卑的观念洗脑之后 王公大臣们也逐渐开始接受了医女们的服饰 就这样 医女们被赋予了一些难以启齿的职能 阎山君可以说是朝鲜历史上 一代空前绝后的暴君 实行暴政 最终接受了历史的惩罚 他的后果是对后来君王的警告 历史不能再重蹈覆辙 应向着光明的方向前进 1506年 虽然阎山君去世了 但医技制度却被保留了下来 并逐渐发展得愈演愈烈 很多从中尝到了甜头的王公贵族 开始纷纷效仿阎山君的做法 并且将医技制度改良得更为完善 相貌 身材 才艺 医术等 都被纳入了选拔标准 就这样 女医的名称被彻底玷污 无论是否被纳入医技制度 女医都会被认为是医技 虽然这种制度让人难以启齿 可是为了生活和家人的性命 那些被当作妓女玩乐的女医们 也不得不一直留在宫中 供权贵们享乐 但是随着她们容颜凋零 便会被打入冷宫 她们不再受到权贵们的欣赏 而是直接成为了干粗活的下人 很多医技到最后都是孤独终老 并且在风竹残年 默默踏上黄泉路 原本女医是一个高尚的职业 可是却被朝鲜王朝的权贵们 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 令人不齿的职业 原本医女们的主要工作 有诊查 针灸 助产 看护等 与普通的医生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不过等到医女们逐渐沦为医技之后 她们的工作逐渐转变为 宫中仪式的仪对 以及送出 用于处理王公贵族内斗的牺牲品等 除此之外 平时还要侍奉那些高高在上的王公大臣 对于此时的医女而言 她们原本的治疗 以及看护病人等本业 则直接变成了副业 朝鲜王朝的医技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公布于众 原因就在于朝鲜女子的地位低下 而且绝大多数医技都是贫民家的女儿 所以在没有靠山的前提下 才会任人凌辱而不敢反抗 另外 女医在朝鲜中后期并不受重视 原因就在于权贵们的欲望爆棚 古代朝鲜的女子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 在逼不得以外出之际 也要将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另外 朝鲜男人也将女子的贞结看得十分重 所以朝鲜女人一旦结婚后 就会安心地相夫教子 一旦不小心被别的男人碰了 就会被视为不洁 为此 朝鲜女人看病非常困难 因为当时的医生都是男人 但后来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恶性循环 所以女医开始出现在朝鲜历史中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权贵参与其中之后 他们却沦为了地位更为低下的医迹 后来一直到中宗继位 他开始想方设法地矫正前人恶习 明文禁止召唤医女参加燕饮场合 然而遗憾的是 当时不管是医女们还是王公大臣 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行为 因此 当时还是有很多医女被带去宴会场所 成为了有一定学识 却待遇其差的最底层人民 虽说一部分医女会因为美貌 以及其他原因 受到王公大臣以及其他贵族的优待 从此平步清云 但剩下的大部分医女 还是过着非常卑微低下的生活 令人怜惜不已 古朝鲜医女们的悲剧 似乎主要由燕山君造成 不过当我们仔细研究 那时候的历史背景时 就会发现医女们变成医记 与彼时朝鲜的宗教 教育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从本应该受人尊重的医疗人员 变成地位低下的医记 其中辛酸实在不为外人道也 无论中国还是古代朝鲜 只要和记沾边的女人 基本上就会被视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他们就算是掌握了高超的医术 最后也都沦为了权贵的玩物 这既是万恶封建社会的产物 更是朝鲜权贵阶级对贫民的压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